1 2 3 地表最大火箭从美国升空 就像只天空中的大张鱼 喷射出隆隆岸言 群众不停欢呼 因为这可是历史性的一刻 实在发生出去没有多久 火箭都还没打到外太空 就传出任务事案 晚间9点半成功升天 却在4分钟后 在大气层爆炸 惊喜的欢呼声 可怕彻底跌了回忆 这座巨型火箭星舰 是由庞大的火箭推进器 还有太空舱组合而成 两者相加120公尺长 比一座自由女神像还要够大 这座星舰除了用于地球轨道任务 重头戏则是要载人登入月球 和登入火星 预计从美国德州南部 广东和越大西洋 在飞过非洲南部印度洋 新吉内亚岛以及太平洋上空 最后落在美国 夏威夷北部海上 只是过去多次测试 都是失败修场 这次好不容易重新室射 还是爆炸失败变成浓浓一盘烟 马斯克旗下SpaceX跟路斯的火箭型舰 被试成是世界最大的火箭 威力也最强 初步调查 火线已经在深风之后 没能依照预定计划 加速飞上轨道 顺客在太平洋 一袭爆裂 如果针对这次的试射计划 SpaceX评调 测试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在当中能学习够的有学生 其实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